是三缸嗎 好 8V 對啦 8V 好 哈囉今天在自己家的粉絲團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這台車經理就熟悉了 非常非常熟悉 因為這台車是奧迪的A3 18年款代號是8V 那為什麼經理也沒有開過奧迪 為什麼會對這台車很了解 因為這台車的底盤 就是MQB底盤 經理有開過Golf 7代GTI 所以這台車的底盤 就跟Golf 7代的MQB 是一樣的 如果有的Golf 像是1.0的 1.0就7.5代 另外1.2的7代 它的後懸吊系統 就不一樣 後懸吊系統就是拖曳幣的 那如果1.0跟1.2的Golf 前仰角 這個前仰角的粗細 也不同 那這台車是 18年的1.5升的渦輪 所以 這台車的話 底盤就跟Golf 7代的GTI 是一樣的 前方麥化成 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這台車 前面避震器都跟Golf一樣 上座的話 不需要沿用 上座KT 有附一個新品的上座 但這台車 跟CIVIC 8代 CIVIC 9代一樣 它的前面上座 就在擋風玻璃的下方 要調整處理的時候還蠻方便的 可是如果是長下雨的地方 就會造成這個軸心 會有一個繡痕 所以建議 在這個地方的話 多塗一點高狀的黃油 來保護這個軸心的部分 這個是前方的避震器 那後面的話 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這個上方 有一個 形狀很特別的上座 這個從Golf的大概4代左右 就是類似的設計 這個上座的話 沿用原廠 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壞 除非有浸泡到油 油的話會破壞掉 它裡面的橡皮 所以就會損壞 一般來說那個上座其實不太會壞 主尼的話就是 跟Golf 7代差不多 這個原廠的底盤設定 其實已經非常棒了 經理會最欣賞這個車款的 其實底盤的話 它有一定的水平 然後它的變速箱 最厲害的是它的DSG變速箱 反應超快 這台車是七速乾式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好了 後面安裝好了 先來看前面 前方的話 這個是55mm的羊角 如果是其他車款的話 有比較小的羊角 是49.5mm的 它有兩個規格 前方的話我們配置的是 後面是配置 6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 燈籠狀的7公斤的彈簧 這台車真的很非常好開 如果大家喜歡操控的話 真的需要開一台 類似這樣車款的車系 才會覺得像是在開車 這個上桌 這裡本來有一個橡膠的飾條 橡膠的飾條 它有一個扣具 扣具拉開之後 把橡膠條拔起來 這個飾蓋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一顆兩顆 這邊還有一顆 有三顆螺絲 但線上有沒有朋友啊 告訴我 這一顆渦輪是三缸還是四缸的 這個是1.5升的 三缸還是四缸我就不清楚 好 這個上座的部分在這裡 所以這台拆裝 我們從8點40分到現在 9點45分 今天已經算慢了 一般我們這台車 大概45分鐘 50分鐘就完工了 那今天的 後面的話有 有點耽擱 所以今天沒有在睡速度 那今天的話 這台NQB 明天早上 我們同事有告訴我 一樣有另外一台 也是NQB的底盤 是Shikota的Ata Ata RS的話 底盤就跟這台是一模一樣的 那明天早上如果有機會 一樣會拍個影片 跟各位來做分享 那今天這台車的原廠車高 其實也沒有很高 前方的話大概是45mm 大概50mm左右 後方的話大概是55到60 那預計啦 降低剩下兩指幅 兩指幅的話 也就是原廠的避震器 大概加艾巴的短暖化 或者是H&R的短暖化的高度 大概是兩指幅 那也就是相關的這些車款 比較適合的一個車高 那後方的話 車高降下來 如果有看經理 昨天影片的話 就可以知道 像這樣的多連桿車款 當車高降低之後 會遇到一個問題 後輪Camper的部分 那後輪Camper的話 這台車很厲害喔 這台車的後輪 後輪的竖角跟後輪的仰角 都有螺絲可以做調整 鏡頭拍得到我的手指頭嗎 這個地方拍不到 這裡 我手有一直晃動這裡 這個地方 就是在調整後輪的仰角 另外這個地方比較明顯 這個地方是在調整後輪的竖角 所以這台車降低到剩下半指幅左右 它原廠的偏心螺絲都有辦法對應 但是如果再降低更低的話 可能偏心螺絲 因為偏心螺絲它能調整的角度 畢竟有限 如果範圍更大的話 就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但經理之前的話 都降到大概剩下不到半指幅 原廠的其實角度都能對應得到 也不會吃胎 所以這台車的竖角仰角都是能調整的 非常非常棒的一台車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 這裡的避震器下方是固定在這個支幣的這裡 這個支點這裡 那如果是前一代的奧迪的話 或者是Golf五代六代的系統 避震器後下支幣就是固定在仰角的地方 所以Golf的七代跟Golf的六代固定點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一個支帶叫8V 8V的話它就是跟Golf的七代一樣 是固定在這裡的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總長度會稍微長一點點 所以六代的避震器跟七代是不共用 這一個支帶的奧迪A3 跟上一個支帶的底盤的話 後方的話也都不共用 前面的話就是上座的規格不太一樣 所以兩個支帶的避震器 懸吊系統是差不多 可是避震器的話是不共用的 那這一個上座在這邊 後方的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是在調整後面的軟硬度的 阻尼從這裡來做調整 順時鐘變硬 逆時鐘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因為我們的影片都還會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今天你還是要不願其反的 來介紹一下KT的用料 像是筒針裡面 我們會填充主尼有 主尼有的話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一樣 在筒針裡面做液體壓力的一個傳達 主尼有的話 KT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有 IP 戴個口罩可能不是很清楚 意大利IP的主尼有 但油封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KT這裡 今天拍攝影片的這裡 就是製造的工廠 所以即便用了IP 即便用了NOK 也可能啦 三五年之後 主尼有還是會裂貨 油封還是會破損還是會漏油 都是有壽命的 可是時間久了之後 這些都是可以汰換可以維修的 像一些歐系車的車主 比較推崇很高端的一個品牌 像KW也好 貝斯登也好 這些的品牌在幾年前 也都在台灣分別設立的維修中心 按KT的話 我們經理做這個維修系統的話 已經大概做了十來年 所以這些的售後服務 KT都有辦法 針對任何的一個零件來做維修 所以這個是本身是工廠才有具備的一個優勢 那如果有在關注我們粉絲團的話 經理也都有幫不少的車手 設定的賽事的一個避震器 或者是一個越野 像沈家瑩 拉莉皇后 也都有幫忙做一些避震器的一個設定 如果我們只是要初步升級的話 經理會推崇的是像這樣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尤其我們KT的一個銷售的通路 從北到南有經銷商有店家 也有我們工廠裡面都有提供實車 安裝KT避震器的實車 提供給各位來試乘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實車試乘看看 再來做比較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奧迪A38V的一個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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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